我国独一无二的高铁技术作为全国人民的骄傲是全球最快最稳定的 因此我国也是全球率先进入高铁时代的国家 目前我国每天开行的动车组高达4000组以上 总运营里程更是占到世界各国高铁总量的三分之二 但是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 我国工作量如此之重并且体型庞大的高速列车 平常都是在哪里检修保养的呢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视频就带你了解全球最大动车检修基地 武汉动车段 武汉动车段位于武汉站与武昌东边组站之间 武汉动车段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 房间面积为18万平方米 总占地面积更是高达2100亩 具备同时维护和检修400组动车组的能力 但是小伙伴们如果以为 武汉动车段只负责维护和检修武汉站的高速列车 那就大错特错了 武汉动车段既然担得起全球之最的名号 就说明它所能够承担的责任 自然是我国其他地区动车检修基地无法相比的 概括来说 武汉动车段需要负责我国 中南地区所有动车组的维护和检修任务 这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京广高铁 护汉荣 江浙 干福等科运专线维修任务 全部都需要武汉动车段来承担 更详细点说 武汉动车段除了负责维护和检修 武汉本地以及它周边长沙 西安等城市的动车组外 还要负责维护和检修原点的成都 重庆 宜昌 贵阳 襄阳等城市的动车组 这就意味着 武汉动车段这个动车维护和检修基地 所承担的任务 占了全球动车组检修任务总量的40% 不仅是中国承担工作量最多的动车检修基地 甚至是世界范围内最厉害的 而武汉动车段之所以这么牛掰 和它的维修技术水平 是世界上最高的也是分不开 武汉动车段拥有检查库线和修车库线分别为10条 存车线64条 此外还有存车一厂49条和动车组检修库 以及存车二厂15条和检修区 它们主要成纵列式自北向南的分布 检修区更是分布在武汉动车段的一后两侧 这样分工明确的分布 是因为武汉动车段引入的是 日本动车检修基地流水型的检修方式 在武汉动车段建立投入使用之前 日本的动车检修基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这样一来 每次有高速列车前来维护和检修的时候 特制设备会将高速列车整体抬高后分布移动 负责维护和检修的工人们 只需在自己的岗位上 等着需要检修的高速列车分布移动到自己的面前 然后负责拆引擎的拆引擎 负责检查电子部件 也只用检查电子部件 各自气质完成工作 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大大的提升了高速列车维护和检修时的效率 此外 武汉动车段在维护和检修高速列车上的兼容性也非常的强 毕竟我国作为世界上面积第三大的国家 用浮原辽阔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不同的地势地形 南方和北方人民对动车的不同要求 不同的车辆编组 以及内部设施的经济型和豪华公务型之分 这些的不同最终也造成了他们在维护和检修时的要求 也有些不同 但是武汉动车段通通通的完美地hold得住 所以说 武汉动车段被称为中国的落地航母是当中无愧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欢迎留言评论 还没关注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我是启明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